在传统太极拳当中,36式哪个式法都是从什么,提收上式和首辉琵琶当中演叠过来的,首辉琵琶和那个提收上式呢,可以说是从中平拳,摩泪擦心出的拳的时候,这叫中平拳,在传统拳上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拳,古兽叫龟拉钻, 他说你在传统民街的龟拉钻,摩泪擦类,这个出去的拳的时候,太拳是什么呢,就是从这个摩泪擦类以后,向上起,斜上起的时候,这个时候,往外出羊掌的时候,这个是提收上式,他是搓的,出鹰掌的时候,要收回琵琶,他俩是一弓一手的,两个式法, 从这两个式法也变出来,他万变不离其中,都是从这边也变出来的,从这往上一号,往下一号,他都性搓,勾,回,都是形成一个斜坡度的一个东西,提收上式的时候,我从这个过去的时候,搓上涨,下涨,摩泪擦类的时候,底下是松垮,提膝,掉档, 中日复失的一个方式,以来环的转变,往前走,这个训练方法,收回琵琶是什么呢,我是收回来的时候,我收的时候,搬是往后退的一个训练方法,这是在这个,斜上搓的时候,但是说他不是是,一下子转换到这个,因为他摩心擦类的时候,摩心擦类的时候,他就转一下,抱住前腿, 这个阶段的时候,形成了一个啥呢,这个意念力,往前弓部和虚部,两个力,今天讲讲这两个力的方式,他也学会,唯一的给那个三手上不一样的地方,不是光烧起点脸去,啪啪这个,这个手来了以后,转过来,在推手当中的时候,两个力发得出去的时候, 它是两个力,给前边的一个,轴尖一个力,给这个力,形成一个,两个冲力,给自己的后脚,给自己的腿,它是在同一个方向往前弓部,发出来的力 但是从这个手上,你出来的力的时候,对方身上形成了一个啥呢,形成一个三角,按着对方身上的时候,爬,这个三角力,对方都冲出去了 有些人,我推一下,都推不出去,这是你不是三角力,你是平行力 三角力以后,再松下来,有一个,一个圈,它是个力圈的力 如果说,你手不能够不着,人家挡住了,挡住怎么办?挡住了是肘,肘也形成一个三角力 这个都是说,全大一仗三,三尺是自己的进退 但是那个一仗,就是这个三尺的发放的,这个方向的目的 往对方的这个,斜对方的这个三角,都是说,咱身体分成两半 这两半的方向一个,你要做对,对方都,后腿支撑的时候,他对方都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是啥呢?说,王辉能带,这个又不是 不懂的人,你拽一下,你可以发现,是腿带回来 就是说,王虚不说,我是王辉坐的时候带回来 而不是挂,王辉收的带回来 把人带起来的时候是啥呢? 切磋只得给,搓切脚劲,切脚的脚盆,切脚起来 往后挂的时候,对方后脚起来了 后脚盆起来了 所以说,你能切磋后挂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,你都懂得探计权的要味了 老前辈尽量说,推手不是推手,是推腰腿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